歡迎收看新台派上線 今晚的節目沒有極限 不意外的因為青鳥行動 讓整個霸梁如火如荼又燒了起來 而這個霸梁的連署 其實我們以為 3萬4 3萬5就已經算非常非常厲害了 因為它門檻約3萬份 過去我們看一般來說 如果你不是政黨動員的 如果你來自於自發性的罷免 大約三減率就是10%上下 所以3萬份的連署書 那個3萬3 3萬4 乃至於3萬5 應該就已經很不錯 很保險了 可是今天拆樑行動的小組 對外公告說 整個拆樑行動的門檻是3萬1千份 距離門檻紀錄 此時此刻是4萬份 等於是超過門檻的30% 可此時此刻 雖然已經結束了連署 可是因為這連署是往上送 送過去呢 基隆市學委會會挑剔一次 接著再讓到中央學委會再來挑剔一次 所以最後會被刷掉多少分數不知道 所以現在拆樑小組說 現在5萬份才是我們的安全目標 所以要持續 持續的再去做連署 那這個連署呢 一旦過關了後 目前看起來很有可能在9月的時候 就會舉行罷免投票 所以這一份等於是謝國良政治生涯的 最後一份暑假作業 謝國良能夠寫得過關嗎 國民黨要怎麼幫謝國良呢 謝國良說一切已經做好準備 和國民黨主席周旅人有趣的 非常有趣 他呼籲什麼呢 呼籲前市長 內政部長林又昌 應該懸崖熱拔 停止罷免行動 第一件事 林又昌不是內政部長 林又昌是民進黨秘書長 第二件事情 這個罷免行動 真的是林又昌說了算了嗎 今天看到一個瘋傳媒的獨家 滿有趣 他叫調查 震動基隆山海的那群人 罷免讓謝國良壓力三大 反送中移民 台灣香港人也上場 在這個瘋傳媒的獨家報導 首次完整的揭露 整個罷良團隊到底是如何的組成 比如說有我們熟悉的李彥龍 彥龍今天來到我們的現場 晚一點會問問看彥龍 這份調查報導內容 是不是真的裡面有沒有其他可以補充呢 包含葉龍 包含茵茵 還有所謂戴景安 這是我們相對比較熟悉的 可裡面呢 包含志工是什麼呢 這位真姓志工是香港移民到台灣的 聽說是設計師 年約40歲 負責遠端去支援非常非常多罷免的工作 甚至裡面有一位書姓女志工說什麼呢 她曾經在台北幫忙連署的時候 不斷地被警察刁難 為什麼 因為她既不是民進黨的人 也沒有公職的身分 她就是一個普通平常住在台北的基隆人 甚至社群媒體則有一位長期定居 荷蘭的成員負責 你沒有看錯 這場公民活動 它簡直就是一方有難 八方來源 連社群都是來自於荷蘭的基隆朋友 來去做協助了 請問這樣的公民參與 真的是朱立倫講的 請林宥昌懸崖勒嗎 停止罷免活動 這麼的簡單嗎 這個罷免難道真的煞得住車嗎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很感謝 就是因為有這個罷良的活動 讓基隆市非常非常多的市政 談在陽光下被檢驗 比如說我們最近講的非常非常多 叫做人工草皮事件 人工草皮到底有多毒 人工草皮對於小朋友的健康 有沒有危害 晚點節目會跟大家詳述 可是關於人工草皮這件事蹊跷越來越多 新台派的低潮很滿 忽然浮現出這份基隆市政府2014次事務會議紀錄 時間113年2月27號 裡面市長指示 有關本市文化中心前廣場鋪設人工草皮 意思請督發處掌握進度 迅速施作 並請教育處於完工之後 協助規劃辦理相關體驗活動 看起來謝國良是真的很希望他的人工草皮 可以趕快鋪在全基隆市 可是113點2月27號的指示 現在的文化中心這邊的草皮也已經完全鋪設完成了 但是這個標案還沒打包出去 這個人工草皮的標案 我們跟大家講過 1452萬5231 到此時叫做無法決標 一個沒有決標的標案 是哪個廠商幫你弄的 你鋪完 鋪完人工草皮之後 你要如何付錢 玩一點節目 來好好把人工草皮這件事 來跟大家分析來分析 而且更誇張的事情是 我們也拿到了 113年基隆市 人工草皮暨地平改善統包工程案的需求說明書 我們都以為人工草皮原本是水泥地 你要鋪人工草皮 大家可能勉強沒有意見 可是問題是 我們看到裡面有非常多鋪設的地點 包含基隆市安樂區五福里 裡面的樂立三街 後方 金融湖旁 它的原本是天然草皮空地 現在說 請你把草皮挖掉 變人工草皮 比如說 基隆市安樂區 五輪里的五輪街202號旁 旁邊是天然草皮空地 現在挖掉 這些都是我們現在整理起來 現在基隆有天然草皮的地方 而未來縣國寮打算把它挖掉的限制 包含這麼大一片的金融湖旁邊的空地 包含五輪街202旁邊這個天然草皮 包含安樂區錫心街四巷八十之七號前 這麼大一片草皮 我問觀眾朋友 在你印象中的人工草皮 你可以接受有多大 200公尺 100公尺 80公尺 應該是合理的範圍吧 可是現在一挖要挖到2288平方公尺 將近700多瓶的天然草皮 要被謝國良整個挖掉 變成人工草皮 包含1800平方公尺 600瓶的天然草皮 要被謝國良挖掉 變成人工草皮 這樣的都市設計 這樣落後的觀念 是我們可以接受的基隆市市長嗎 更遑論 現在我們其實有消機會的檢測報告 消機會檢測報告是消費者報導雜誌 2020年的2月 他們曾經抽查市面上台灣的人工草皮 裡面這樣抽到什麼呢 有一家廠商的人工草皮 它的塑化劑超標250倍 請問你安心讓你的小朋友在塑化劑超標250倍的人工草皮玩耍嗎 這麼多的內容 晚點節目都會跟大家揭露 進入節目討論之前 現在介紹今天來賓 第一位是民進黨政務院執事長 王毅川 阿川你好 第二位是資深媒體人 周年晃 黃哥你好 第三位是民進黨基隆市議員 張浩漢 你好 大家好 第四位是資深媒體人 桑一夫 桑公你好 大家好 第五位是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劉采薇 采薇你好 大家好 最後一位是山海公民裁量行動發言的李彥隆 彥隆你好 大家好 好 因為現在的山海公民裁量行動說 現在已經拿到4萬份的連署 他們野心很大 目標很高 所以目標要5萬份才能確保再怎麼剔除也不會剔除掉 這個行動 我們看一下這個行動 相關報導 觀眾朋友記得很有可能在9月底就要投票 這一份謝國良政治生涯的最後一份暑假作業 他能夠完成答案券嗎 看一下相關報導 經過週末假期 最後衝刺 柴良團體正式宣布 罷免謝國良二階段連署輸達到4萬份目標 預計在7月5號送件 按規定金融選委會 40天內查對完成 若不足規定人數 還可在10天內補件 承案後20到60天內進行投票 粗顧最快9月13號就能進行罷免投票 但藍白這時不約而投質疑連署過程有瑕疵 連署的時候用抄一抄的 甚至很多都是做假的 這樣合理嗎 每個政黨打個條話給他抄稍微 我猜很多人都是被連署的 我認為這個是對金融市民非常不尊重 但其實也證明了 其實他們一直以來都沒有認真的 去看過我們真正的連署狀況 柴良團體不只喊話 不怕嚴查 被預告霸良投票前還會規劃大有型推票 很多人都很關心基隆目前的情況 我們也深深的表示感謝 來請大家放心 我們會做一切的準備 謝國良聲稱做足準備 正是因為國民黨展開顧量行動 成立專案小組 謝國良更在1號傍晚 親自前往黨中央商討對策 據了解藍營還鎖定5位基隆在地綠營議員 包括童子偉 張浩漢 鄭文廷等人 展開後腹性罷免 因為我講太多話 而要來罷免我的話 那我就只能求仁得仁了 操作罷免這一件事情 這是對民主最大的一個傷害 國民黨真的都急了 但謝國良為了自保 去向國民黨中央求救 台義一句話 叫作 贏貴鐵友團 藍營全面展開互良行動 似乎也怕謝國良 一旦被罷免 將會引發骨牌效應 波及欄位 但這時才出手能否救援成功 人事 會指數 晃哥 連署這種合格率都有機可循的 沒錯 過去大概都10%上下 除非有幾次國民黨有沒有 在辦公投的時候去抄黨員名冊 然後國民黨黨員名冊 偏偏就一大堆明明就往生 國民黨之前搞不清楚了 後來還有鬧上官司 不知道晃哥有沒有記得 可是正常大概就10%上下 所以門檻3萬1千份 其實搞個3萬4 3萬5就差不多 你在緊張點3萬6 3千 3萬7也可以 現在差兩小組說4萬份已經有了 但不夠 我們要衝5萬份 為什麼 因為越多連署書 那時候投票的時候 底氣越足啊 晃哥 因為連署書上面都會有資料 到時候要真的進入罷免投票的時候 就可以依照這些資料 我們可以寄一些文宣 對 統一的吹票 而且這些會來連署的人表示說 他對於罷免謝國良這件事情 他是比較有高度的意願的 樂奇 對 那他將來會變成一個小的條蛤咖 到處去拉票 沒錯 好 那如果說差不多10% 其實如果以他們第一階段的提案人看得出來 他們第一階段送了大概3000多份 對 然後原本被基隆市的選偶會呢 砍掉了900份 3000份砍900份 將近三分之一 對 太誇張了吧 還好 中選會搶救回來600份 所以說你看 中選會認定完後 也大概是刪掉300份 大概就10% 10分之一啦 差不多就10% 合理 完全合理 所以他們這一次呢 昨天到了4萬份 我評估要破5萬份其實不難 哎呦 因為昨天晚上8點為止 他們拿到手4萬份 但是還有很多是在路上的 對 在路上的還沒有到 在路上 對 送過來的 所以呢 但是我會建議他們呢 就是手上留一點 對 因為到時候怕選偶會給你 動一 搞一些 基隆市選偶給你搞一些小動作 對 補見日期給你做做文章之類的 手上留一點 總是 就像我們手上還有一點存款一樣 緊急的時候可以拿出來 緊急的時候可以說哈 對 沒錯 好 那這一次的連署呢 其實我覺得非常的成功 李彥榮今天在我們現場嘛 他說5號送件 就是現 我剛剛特別問 他說現在手上有的5號 大概全部會送過去 那罷免投票日期呢 可能落在9月中下旬 那接下來重點要拉回謝國良身上 告訴大家做了什麼 罷免原因是什麼 第三階段要辦理遊行造勢 要帶起這個更大的力量 遊行造勢都來了 我的腦海裡面突然浮現 We Care 高雄大遊行 對 那場遊行是非常歡樂的一個嘉年華 各式各樣的這個氣球啦 氣球造型的這個玩偶啦等等 那就罷免其實可以不要搞得 這麼劍拔弩張 9月中下旬 你在謝國良是命在待戲 我的預估啦 今天都7月1號 我的預估今年12月25號 是謝國良就任滿兩週年嘛 對 我的預估中選會應該會在12月25號以前 把所有的事情全部結束 你說他罷免完後還有補選 對 應該會在12月25號以前把它結束掉 對 今年下半年 我們的節目呢 大概謝國良就是主角之一 那我真的要謝國良 對 另外還有個女主角叫高鴻安 7月24號一審宣派 然後謝國良 這個朱立倫說 不理解民進黨為何鬥爭 這麼努力的市長 呼籲身為前市長的內政部長 林又昌 朱立倫最近累了 這個 之前要改一下 他現在是民進黨秘書長 前市長的前內政部長的林又昌 對應該懸崖勒馬停止罷免行動 謝國良說我已經做好準備 但是他這個話講得有點含糊龍筒 是做好熱戰的準備 還是做好被罷免的準備 還是做好心理準備 對對這個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做好什麼準備 好 國民黨下令顧梁行動 謝國良今天要就在我們節目錄影的稍晚一點 他就去黨中央 那剛剛我跟這個朱立倫的心腹 林濤在友台同 他說應該會熱戰 應該會熱戰 現在最想熱戰就林濤跟徐小熙 對應該會熱戰 然後文傳會組成專案小組 跟謝國良開會 顧梁行動 預計今日展開首次會議 謝國良親自出席共同延商戰略 那我覺得熱戰很好 而且我已經我剛剛利用空檔時間 幫國民黨擬好了 第一波五人黃金團隊 先發五人 很期待 你說助獎名單嗎 對先發五人 先發五人嘛對不對 傅崑奇 領先 是 帶領羅志強 徐小熙 王洪威 加油黨的黃國昌 喔 先發五人 是 這五個人只要一上場 我的估計 同意罷免票 大概可以多催出五千票 傅崑奇可以當這個 謝國良 顧梁行動小組的組長 總召 總召 讓他也當一下總召 黃國昌當這個 新媒體部主任 對 他可以負責直播 對 羅志強就在上街口 他可以當組織部主任 對 徐小熙是文宣部 對就先發五人 黃金陣容 是 最好這五個人都上場 好 那這個罷免案呢 說實在 其實以基隆的選民結構來講 我去統計了大概2022跟2024的選舉 對 因為基隆立委跟市長剛好就是都直選一席 都是一個選區 國民黨大概可以開出九萬票左右 哎呦 民進黨 就是非國民黨 非國民黨大概也差不多有八萬多票 八萬多 對 所以你要達到罷免的門檻 其實這個任務蠻辛苦的 是 就是說你必須把非國民黨的選票要吹大概八成到九成出來 對 投下同意罷免這個罷免案才會過 對 所以其實是不容易 其實不容易 但是呢有人就等不及了 等一下 我很期待看你怎麼評這一段 對 但是有人就等不及了 罷免都還沒過 有人就講說 高嘉瑜就講說 自己作為一個政治工作者本來一直都是隨時在牛棚暖身練球 也隨時做好上場的準備 又有高嘉瑜的份 請問你要上什麼場 請問你熱什麼聲 對 你熱身在熱哪一門的 而且我跟你講 我很不客氣的講 阿川都去跟議長吃過冰了 高嘉瑜有沒有跟議長吃冰 現在任何非國民黨的人表態說 我要參選基隆市長的 就是在反罷免 對啊 我講的很簡單嘛 因為 朱立倫已經告訴你了 這是民進黨的政治惡鬥 然後還有民進黨的跳出來說 我準備好我要選市長了 就算罷免成功高嘉瑜很抱歉 我覺得也輪不到你 對 我今天很肯定在這邊講 我覺得也輪不到你 如果民進黨提名高嘉瑜 我一定反复選 是 我就講這麼白 你這個時候講說你準備好 是在準備哪一國的 不是藍綠罷免都有豬隊 對啊 謝國良就躲在豪溝裡面 對 然後徐曉星跟林長把他拉出來 把他拉出來 往豪溝裡面丟手流動 你給我出來 逼著他出來 跟我們小時候灌泥丘一樣 對 現在也是 然後你看 民進黨就在說 我們沒有政治企圖 國民黨就在栽贓 民進黨說有政治企圖 有人跳出來說 民進黨跳出來說 我在牛棚熱身很久 我準備好了 就是承認說我有政治企圖 是 其實從頭到 我們從這個罷免行動 從第一階段提案 到第二階段連署 我看到民進黨的公職人員 唯一比較大的動作 是在最後一個禮拜 提供服務處 讓大家來交連署 而且就是 那我覺得公職人員 提供他們的服務處 讓選民來交這個連署處 也無可厚非 這也是選民服務 選民需要 他們的選民有這樣的需求 對 那我再告訴你 民進黨真的在基隆 想幫忙連署也幫不到什麼 因為很悲慘的是 民進黨在基隆 只有一千多個黨員 現在連署有四萬份 你叫這千多個黨員 去哪裡找四萬多人 所以高架雲 你這個真是超級豬隊友 你本來搞不好 還有那麼萬分之一的機會 可能會跟基隆市長提名站上邊 就這樣被你捏死了 你這樣一講 就零 完全沒有機會了 因為我本來就在這個時間 我認為啦 至少在確定進入到罷免 選票熱戰之前 民進黨的動作都不宜太大 這是我認為 這是很基本的政治ABC嘛 就怎麼有民進黨站出來說 他做什麼東西 牛棚熱戰 自己作為一個政治工作者 本來一直隨時在牛棚軟身練球 也隨時做好上場的準備 你有在練球嗎 你練一下港湖怎麼拿回來吧 你去基隆的牛棚幹嘛呢 我坦白講我真的看不懂這一題 各位我要問浩漢第一件事情 這個你們有要支持高嘉瑜 選基隆市長嗎 我覺得基隆人不會接受空降啦 就算他有基隆的血量 他是基隆他媽媽在市場裡面棉被墊的啊 但是我覺得基隆更在乎的就是他要在基層要有生根要有金銀 如果只是來沾個邊插邊球的話我覺得基隆人不會接受 牛棚熱身不行嗎 但是要投進去啊 投到外面去了誰接得到球呢 熱身太久也累了 感覺上宮也想踹一腳的感覺 沒有我只是要讚揚他 講的有點模糊但大家都聽的 但我覺得第二個部分其實剛才講到說接下來要不要進行熱戰 其實我覺得熱戰這件事情其實是在國民黨決定而不是民進黨決定的 我覺得這一個部分的話其實從這一件霸凌的行動開始 從一開始就是公民自主發覺的一個運動 沒錯 所以你說民進黨要不要在後面要不要參與 其實我覺得像最近林濤跟朱立仁就非常表態啦 對 他就是要把這個戰士的這個溫度來叫升溫嘛 對 所以林濤講說記者會開完了之後反正我們國民黨下一步就是要動 動員就是要罷免同志偉議長 那這個部分我說實在的你今天講這種話了 難道民進黨我覺得今天要幹點不出聲嗎 絕對不可能啊 同志偉議長氣到跑去吃兵 對但是 隔壁還是主角啦 對 做會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民進黨要不要往真的要踏入到這一塊 真的都是國民黨在決定的 如果今天國民黨他選擇的是好 我就是要你報名我市長 那我接下來要點名好幾個嘛 董事偉嘛 我嘛 鄭文廷 張志豪跟我們的總召陳怡 我覺得這件事情你打出來了之後民進黨怎麼可能就說 我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我完全不理他 不可能 你的意思是敵不動我不動 對 敵樂戰我就樂戰 但我覺得另外一個最重要的概念 其實如果今天 國民黨要透過這種罷免議員來進行反制的這件事情 其實我也跟我們的很多的黨籍的朋友在講 民進黨也不可能 絕對也不要說 我們要去罷免國民黨的議員 因為這件事情會讓罷良的這件事情完全失去焦點 完全失去正當性啊 因為國民黨他今天來談的是說 我要罷免你民進黨議員就是為了幫助謝國良 對 但是他的這件事情就代表沒有任何的正當性 來罷免這件事情罷免議員的這個部分嘛 對 但如果我們民進黨同時還操作說 你罷免我議員我也罷免議員 那彼此互相的這樣的正當性都沒了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這個觀點非常重要 如果我們今天民進黨來操作這一個部分的話 其實也會讓現在的非常多的公民的更加失望 那為什麼 因為他們好不容易認為說 就是因為謝國良在這一年多來 這是真的很荒唐 不管是人工草皮的市長 還是一個強盜的市長 甚至只會發電動車的市長 這個東西都是因為人民看不理 就是不了解 應該不是說不了解 就是討厭謝國良這樣自意妄為的行為 才發起了這樣的運動 結果現在如果藍綠變成說 你們互相對決啊 互相在抹的話 其實就會讓這一個市長 他無能的這件事情完全被忽視掉 但是我看光了一天 上禮拜六在舉行那個公民的一個 開獎的一個說明那個會上面的 座談會上面的時候 當天我所了解就超過一千人連署 這是一個多可怕的一個數字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就真的代表是公民 對於謝國良現在執政的一個不滿 所以剛才就講 這是謝國良最後一份的暑假作業 我想他今天接下來要去找朱立倫詳談 但是我相信他過去的時候應該會跟他談說 不好意思啊 主席啊 你不要再來了 你不要再來了 你又來 真的九月份了 我真的走不去 對啊 我覺得現在這個就是在整個罷免 現在從基隆的地方看起來 就是呈現這樣的一個態度 好 非常謝謝浩瀚分析 因為國民黨一直認為中間的這個罷免的過程中 民進黨的斧鑿斑斑 對不對 介入的痕跡很明顯 所以呢 今天還蠻有趣的 特別有一個瘋傳媒的調查 瘋傳媒應該也不太算是綠媒啦 應該不算啦 瘋傳媒調查 震動基隆山海的納取人 罷免讓謝國良壓力三大 反送中移民台灣的香港人有上場 來 第一個戴景安 李彥隆跟林茵 這是我們相對都比較認識的嘛 都有在媒體有曝光過 戴景安是從事長照2.0的工作 平常在台北 只有休假才會基隆 負責大型活動的策劃 李彥隆跟林茵都有在上節目 很多人來說很有趣喔 社群媒體經營則是有一位 長期定居荷蘭的成員負責 葉隆說真的 他們這個社群媒體經營是一個荷蘭的朋友 來遠端幫忙說 這有時差耶 這要怎麼搞 然後呢 真信志工跟蘇信女志工 這個真信志工就是香港移民到台灣的人 他說他年紀大了比較不能夠上街頭 可是他會主要去連署這樣幫忙 那這個叫做警察吸引機叫做蘇信女志工 因為他是在台北工作生活的基隆人 所以他基本上都在台北幫忙去做連署 他自己就兩次被警察盤查經驗 所以彥隆 你們的組合真的有點像那種拼裝車耶 可卻真的把這個連署走到二階段完成耶 彥隆 其實我們就是 很多人在最開始決定發起罷免的時候都會說 我們可以去找一些有相關經驗的人來請一下 然後給一些建議這樣 但我們後來發現很多東西是 每一個縣市適合的行動都不太一樣 我怎麼說 因為像譬如說像可能大家比較熟悉的 就是罷函 對 高雄 反正前面好像開始有效果我們先丟丟看 丟看如果可以的話繼續做不可以 我們再去商量我們再去喬 所以在這中間我們有 就真的像譬如說我們的志工 一直碰到警察去盤查 那我們也是從最一開始就開始商量說 怎麼樣的方式是可以讓這位志工 讓我們的志工們面對警察的時候 他們應該要採取什麼樣的態度 或是他們可以用什麼樣的模式 所以我們自己有出一本警察應對的小丑手冊 等一下 現在國軍漢光演習 ROC有交戰守則 你們連署也有交戰守則ROE 我們從面對警方 然後可能面對反對者 然後或是說我們平常我們志工小蜜蜂 在外面我們可能最少要有 我們大概三個人一組 那我們要帶什麼東西 可能兩個人負責舉牌 一個人負責寫什麼 這些我們都有一個手冊 然後是我們的志工 就是在每一次的失敗經驗當中 一個一個去調整 然後到現在的最終版 然後直到現在二階連署通過這樣 連署分數達到10萬分還沒通過 再等一下 是 那我還好奇 就是說譬如說因為有的就是 大部分有的住台北 對不對 有的住基隆 有的甚至根本不住台北基隆 不住在大台北 還有住荷蘭的 那這種荷蘭的小編 你們是怎麼跟他互動的 其實我們這位荷蘭的夥伴 他也是在基隆念書 然後他也是進 去年才開始定居在荷蘭 對 那他我們之前跟他聊的時候 因為他也是惡性的學生 然後其實我們之前在跟他聊的時候 就是他就有說他其實之前 一直沒有很喜歡基隆這個城市 但是因為雖然沒有很喜歡 所以才選擇移居到國外這樣 對 可是他在罷免開始的時候 就是因為對於市長 即便我不喜歡這個城市 但這位市場太誇張了 所以我還是想要站出來 一起捍衛這座城市這樣 那他就說他隨著這一段時間 然後開始越來越了解基隆的時候 還有越來越喜歡基隆這個城市這樣 就是包含可能了解他的 譬如說我們都會開玩笑說 我們志工自己就是宣傳大使嘛 是 他藉由這個可能景點啊 失誤啊 或是風土民情這些 都有讓他感覺到 就是基隆其實是一個很有魅力的地方這樣 那因為他在荷蘭 所以他其實有食材 他都是早上五點開始起來工作的 他為了你們 所以只好把自己時差調成 有一點類似台北時間 對 有一點點類似 但還是有一點差別 對 所以像很多人 很多民眾就說 那個訊息怎麼沒有及時會 但是我們的小編是真的很辛苦 因為他要抵抗時差這樣 是 好 那你們說 你說未來啊 不排除有所謂的 這個辦理造勢 然後還有遊行 然後要帶起更大的力量 你們現在已經開始討論 到底如果第二階段過了 之後要打真正的選戰的時候 要怎麼處理嗎 你們開始討論了嗎 我們就一切都是在陸陸續續的評估當中 那因為其實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我們上週六舉行完宣講之後 在那個過程中我們前面一個小時是其實是上台的都是我們的志工或是我們的市民 那那個過程中其實很重要的就是我們有機會可以讓市民有舞台 可以去想自己真正的想法是什麼 是 不然其實譬如說我們現在我坐在這邊 那我們可能有很多志工他也想跟大家分享說他怎麼看罷免這件事情 那他們可能的資源沒有這麼多或沒有這個機會的時候其實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那我們後續 所以我們就後續會想要在多可能機場宣講或甚至是遊行 那我們就是把基隆人的力量團結起來然後也讓他們有一個舞台可以去發揮 是好 非常謝謝彥隆的分析 可是我來談謝國良到底是不是我覺得他回到最本質上 就是他對於基隆市的市政有沒有做好 如果有做好坦白講罷良不會成功我認為也是應該的 如果真的有非常多值得挑剔的地方 那這個市長當然就有可能被罷免掉 我們最近一直在追什麼呢 追基隆有所謂的人工草皮案 這個人工草皮案不追不得了 一追我們發現追出一大堆的問題 比如說他們在撰寫計畫書的時候就說了 所謂的虛空間代表綠地 綠地除了能調節降溫可以搬住碳排之外 也有助建立零里義式 一個社區只要有綠地 大家就願意走到戶外就此聚集 你要確定這個綠地應該是我們認知的這種綠地吧 不是塑膠草皮這種綠地吧 塑膠草皮可以調節降溫嗎 可以搬住碳排嗎 塑膠的碳足機有多少要不要確定一下 所以今天我們新的海派上線 第一潮會獨家揭露113年基隆市人工草皮 即地平改善統包工程案需求說明書 這個說明書規劃了未來謝國良在多少地方鋪人工草皮 目前盤點初步至少五六十處 小的可能只有二十坪三十坪 大的你沒聽錯 七百坪的原生的草皮 要被謝國良挖掉 鋪人工草皮 這你可以接受嗎 只要付了兩百坪的